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欢迎收听两岸ing 我是宛如 今天是2021年7月9号星期五 礼拜五的晚上 想跟听众朋友近距离的接触 好好地聊一聊 真的宛如好久好久 因为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没有进录音室了 那更久更久的没有做现场节目了 所以今天我们开放现场的call in 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聊聊天 那当然很重要的是呢 宛如在这个有充分社交距离状况之下 我们录音室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 就是港式大牌党的主持人黄美宁 美宁你好 嗨宛如晚安 很高兴今天来两岸ing做客 朋友们大家好 为什么我们两岸ing会跟港式大牌党一起 这个共同主持今天这个夜晚呢 那当然是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没错 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大型的年度活动 叫做空中来点名 我们希望呢这个中港台的听众朋友 都可以在我们央广的空中频道 跟大家互相的交流 我觉得交流是这个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 而且你知道现在因为疫情啊 所以人跟人之间好像 实际物理上面保持社交距离 可是我们的精神上面不要保持社交距离好不好 我以为你刚刚要开物理科 吓死我了 对对对 有点 有点想睡觉 对没有 担心马上就变化学了 好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保持很多的社交距离 在这个 刚刚讲到是物理 物理上 不管是物理上 物理上还需要 对对对 好 因为我们另外一位两样ING的节目主持人 莉洁也在我们的空中现场 莉洁你好 哈喽 宛如好 还有美宁好 我跟两位保持大概100公里以外的社交距离 大概这是安全的 你是最安全的 我刚刚算了一下我们这个室内录音 播音间到底有多少人 我跟美宁是在一个空间 其实我们对面有一群这个帅哥正在忙碌着 没错 老中心 我会被切掉 我们现在能不能讲话 要靠对面这个帅哥才行 好不能得罪他们 对对 我们对面还有三位工作人员 所以如果这个接下来还有听众朋友的话呢 就更多人了 但是还好我们都是在不同的空间当中去做交流 所以我们在接这个等一下接空音电话嘛 那我们先请今天我们两位主持人 一个是港式大牌挡的美宁 来聊一聊 港式大牌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大家有吃过港式大牌挡吧 什么 就是香港的大牌挡啊 什么东西都有嘛 而且我们港式大牌挡到8月2号就满一周年 一岁生日快到了 哇 这时候要切蛋糕 很想跟大家分享啊 好那港式大牌挡就犹如字面上的意思 其实也是韩瓜五花八门的话题 从严肃的拉到轻松的都有 从政治性的时事性的一直到文化类的 或是人物的专访啊 其实都有 那在过去一年当中 每个星期五播出 真的非常的感谢 所有来参与过港式大牌挡的 无论是学者专家也好 或者是说 在香港的朋友 或者是还有很多移民到台湾来的 香港朋友们都参与过我们的节目 然后跟我们分享很多 他们的生活见闻啊 或者是对于时事的评论等等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不设限的节目 就是各种各样的议题 都可以在上面来做交流 大家来分享您的看法 所以就不设限 不是只吃到一种的港式饮茶 还有别的东西 像大牌挡这个什么都有啊 你从鸳鸯泪奶茶到什么 各种包饭啊什么的 任何 想要吃到的东西都有 所以我们为什么当初取这个节目 其实这个节目的名称 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 所以节目内容是包罗万象的 那播出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好的我们现在播出的时间是每个星期五下午三点钟首播 好那所以对 如果听众朋友们错过 所以今天已经播过了 是的 那不要再听了 没有 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点听啦 现在网页很方便嘛 对不对 还有app 然后呢 还有podcast 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到 然后也非常感谢 有蛮多忠实的听众朋友 对 多来上面按赞 然后来点听 真的很谢谢大家 但是麻烦你们给我一些回馈好吧 对 今天的节目内容 就非常多朋友的响应啊 按赞超多的 叫做奋起壶便当 哦 没有错 天哪 我现在肚子好饿 现在已经到吃饭时间了 是 所以这一集 今天刚刚播出这一集 不是吃港式料理 是吃什么 哦 就是从台湾的便当 衍生出来一段台港情缘 哦 是哦 对 这听起来就让人觉得 很饿 浪漫 没有 其实没有很浪漫 好了 赶快上网去搜寻 我们的央广的节目 叫做港式大排档 那在最近呢 港式大排档 跟我们两岸NG 一起合办的大型活动啊 那我们也希望忠实听众朋友 可以在今天call in进来 跟我们谈谈说 您听节目 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 建议 当然也可以给我们一点 大气跟鼓励了 嗯 那我们现在另外一个 电话线上的是丽杰 哈喽丽杰 哈喽 嗨 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对 刚刚忘了问号 对 刚才实在是太开心了 因为 没错 实在我们已经好久没跟丽杰 见到面 所以她就坐在我对面 对 这件事情 文法上好像很奇怪 怪怪的 对 但是因为 这个疫情嘛 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那刚刚打 港式大排党 已经做了一个广告了 我们当然不能落于人后啦 来 立姐 想要攻我 这好节目真的要按赞 说港式大排党 你谢谢两岸ING的周始听众朋友 这多年来呢 帮我们按赞 怎么说多年来呢 我们是2013年3月4号开播 要谢谢当时跟我一起搭档主持的 韩起贤 两岸ING的节目呢 这个节目名称就是起贤想到的 谢谢他 当时我们节目是一个小时的 就是晚上的六点到七点 就是每周一到周五 一个小时的播出节目 不过去年单飞啦 我就自己单纲啊 节目就缩短为半个小时 今年又才两个人都要主持 那么除了我历劫之外 还有 有我们人气很哇 很受听众喜爱的宛如来加入 为我们的节目来加持 告诉听众朋友 我们是一季三个月一轮 这听到有点复杂哦 不过我想 这样的安排就是说 应该也是在变化当中 来点比较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因为我要这么说 虽然相信我们的中时听众是不少哦 不过我真的没有把握说 听我的声音不会觉得很腻 不管主持人还有主持形态 怎么样变变变啦 我总觉得节目内容的主轴 其实听众朋友一路听下来 这几年你会发现是不变的 就是我们围绕有两岸间的话题 像国际啦 政治啦 财经啦 还有社会生活面等等 各个面向 但是重要就是说 我们就是紧跟新闻时事啦 所以像刚才港式大台党 所介绍的节目内容 我们也有学者专家 都会是我们受访的常客啦 还有必要时候 我们也会特别邀请 这政府官员来为政策说清楚 像今天也很轻松啊 我们今天节目就安排 非常非常难得 我想想看 我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 没有开call in 跟听众朋友互动 还真的还蛮怀念想念哦 所以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虽然我是这个在家工作 利用电话的方式 跟听众朋友在空中交流 跟两位主持人在那样交流 真的很开心哦 能跟听众朋友聊聊天 就是因为刚才 两位主持人就带到 港式大台党 跟我们两岸去节目 真的联合举办这个中港台联合空中 来点名的活动哦 所以呢 很开心 也邀请听众朋友 等一下呢 赶紧把握机会 谈谈你的一些想法 或许有一些听众朋友 已经参与我们的活动 有些呢 哇 今天听到 真的是有福气啊 赶快要把大奖给拿回去哦 嗯 是 我们今天有那个加码奖 这是我们美宁主持人 特别去挑选的东西 我真的想说要怎么送有台湾异象的东西 然后又要很实用对不对 对 现在最实用的是什么 就是口罩 对 每天每个人都要用 我还会要讲钞票 吓我一跳 好 所以美宁主持人 特别去找了一个非常有台湾异象的口罩 我们想说今天成为节目的加码奖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千万不要客气哦 因为这个就看美宁等一下要开放送几个 但是我看的真的很喜欢 我刚刚已经po在那个微信上面了 就是有台湾原住民设计师所设计的口罩 哇 这个我觉得你戴在路上会觉得走路有风 真的 这个绝对外面是找不到的 是啊 没有人跟你会重复 没错 所以我们要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 就要来接听空音电话了 欢迎听众朋友踊跃打电话进来 我们在现场等待您给我们的指教 中港台听友集合召集令 你收到了没 央广两岸NG和港式大排档节目的 听友空中来点名活动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但为了回馈忠实听众 我们特别选在7月9号本中午晚间6点到6点30分 加开现场call in 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现场 与主持人聊聊听节目的想法 谈谈对两岸关系所许下的愿望 7月9号当天 节目特别准备了三个台湾设计师独创口罩组 提供发表意见的听友抽奖 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哦 怎么参加节目呢 方法一 搜寻脸书 两岸NG 在call in天文下方留言 方法二 直接打call in电话 台湾听友请直播免付费电话 中国大陆的免付费电话是 其他地区听友请打免付费专线 马来西亚 菲律宾 纽西兰 英国 法国是 00800 5516 5516 泰国 新加坡 001 800 5516 5516 美国 加拿大请播 011 800 5516 5516 澳洲 0011 800 5516 5516 方法三 加入我们的微信 Good Morning 底线台湾 在现场节目期间留言 7月9号星期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 欢迎您来call in 谈中港台抽奖品哦 继续回到今天的两岸NG节目 今天7月9号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活动 就是中港台听友空中来点名 所以节目除了节目主持人宛如 还有历劫之外呢 还有港式大排档的黄美宁 美宁不是随便来上节目的 不要这么说吧 我一直苦等你们来邀请我 哎呀 下次每个礼拜邀请 哎呀 这真的就是 美宁其实在我们新闻部内 也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一个重要角色 所以很高兴今天可以跟着美宁 一起共同主持 那我们其实时时时刻也就开放现场的call in了 那我想有些听众朋友 其实已经在微信上啊 给我们很多的留言了 那其实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打电话进来 不要一直指留言 因为有 我看到有一个Fed 然后一个忠实听众呢 他说他已经在收听了短播9885 好 我看到你的留言了 但可以打电话进来 他说9885的短播收听效果非常好 那还有呢 有一个我们忠实听众远心 他说好可惜哦 今天要给学生上课 参加不了现场节目 好可惜 好啦 就错过了就算了 把礼物赠给别人 我在想 我们会不会现在听众朋友们 都比较习惯用线上软体 我觉得我们要来突破这个技术面 所以要来开个视讯会议 对 之类的 因为大家这样觉得比较方便啊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 还要去找电话多麻烦啊 哎呦 我们央管已经很棒了 开免付费电话了 这些专线就是专门为我们远方的听众朋友 所设计的 好 我们下次朝多管道来迈进好了 好 这个店离层的折射 你刚刚留了一段语音给我 果然是跟我开这个语音会议 可是我现在在现场没办法听 你还是打电话进来吧 好 我们来接听第一通电话咯 浙江冯先生 你好 哈喽 喂 你好 是 是 是的 你好 我是这个洪乐祥 乐祥 很开心能够打通知电话 我们现场还有美宁 你有听过港式大排党节目的主持人 你好 是那个美宁 港式大排党节目之前就听得比较少 不过呢 我也有关于香港的节目 我之前也有听那个 其他的两档节目啦 就是最近 央广的关于香港的节目 也有好几个节目 是 对吧 对没错 好几个 好你也要听我们的啊 不然我要哭了 我之前听得比较少 因为节目太多了 所以啊 可能听的不太多 没关系今天我们就第一次接触 否则 接下来就可以深话交流 好 我们另外这个电话线上的另外一头是我们 Ing的主持人黄丽杰 我知道乐祥最近也给丽杰写了信是吗 这半年当中 有提到很多 其实 我觉得两岸Ing这个节目办得很好啊 他经常有 就是邀请一些来听啊 谈一些就是两岸方面的资讯啊 这个节目很棒的 谢谢你们两位主持人 嗯 谢谢乐祥谢谢 对 然后呢 我也希望就是两岸能够和平相处啊 然后呢 多加深交流 然后 然后以后呢 等到疫情结束了之后 也能够恢复那个人员往来 能够恢复旅游啊什么的 嗯 好 这也是我们期待的 两岸Ing的节目也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沟通平台 谢谢乐祥 嗯 好 谢谢乐祥 你今天打电话进来是我们的第一通电话 那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大型的活动在网路上 其实也会持续的进行 你有参加了吗 哦 网路活动 就是不是就是写 就是一些个问答 对没错 我们这是特别设计的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你有参加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是这个感谢您的参与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真的在 今天是希望跟大家做一个电话上直接的互动 那接下来希望更多朋友可以一起收听完今天的节目 再继续来参加 因为每个人参加次数是不限制的 就看 看你幸不幸运了 有没有得到大奖了 好 谢谢乐祥今天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自浙江的忠实听众 谢谢 谢谢 好再见 拜拜 拜拜 其实美妮啊 你看我们刚听到乐祥他的一个 这个对两岸的未来许下的一个愿望 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听起来我也好希望 就是可以正常的旅游 现在应该是所有的 所有民众的希望 没错 这个我想 好了 人定胜天好不好 我们一定可以战胜疫情的 嗯 这是好像放一些什么歌 激励一下人心嘛 这个时候有点低潮是不是 是没错 好 我们继续来接听浙江陆先生打电话进来 你好 陆先生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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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陆先生又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开放call音的时候 还有您有打电话进来过 是的 因为你们在微信群里面有网码 我都会持续关注的 嗯 谢谢你 那今天我们要聊聊你想聊的是收听 两岸居或者港式大牌党的想法 还是对于两岸的未来许下你的愿望呢 我觉得是我想谈论的是第二个话题吧 嗯 好 请说 嗯 嗯 嗯 两岸之间嘛 可能 嗯 由于那个社会制度和那个 嗯 虽然说说的都是那个汉语普通话 但是由于 社会制度和教育体系不同 所以 嗯 嗯 之间也会存在一些误解这样子 嗯 曾经觉得有一些误解就是了 嗯 是的 有有些误解然后可能像在中国大陆的那互联网上面嘛 对呃 对台湾呃人的一些批判可能也会呃 你会比较强烈一些就是呃可能比较形象于特朗普斯的那种呃 民粹主义这样子吧 嗯 嗯 好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加深交流才能够真正的彼此认识哦 有时候如果单方面的资讯的话很容易就会有一些偏见对不对 其实我们根本不是那样子的嘛 对吧 嗯 嗯 嗯 是的 是的 这样子 对 其实我一直觉得两岸的人民的互动往来交流都还是很温暖的 你看我们经常在空中办call in 活动跟节目啊 其实都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鼓励 但是我会觉得好像真实的世界跟新闻中的世界也不太一样 可是 对 可是我们每天在做新闻 嗯 好啦 寻找一些正能量嘛 对对对 对啊 所以陆先生可以给我们一些正能量对不对 嗯 知道 嗯 好 谢谢你陆先生打电话进来 其实两岸的人民互动往来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每次开放call in都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谢谢你咯 谢谢 哦 不客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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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电话线上是我们另外一位两岸NG的主持人历杰 真的 我觉得历杰做两岸的节目 其实比婉如也更久的时间 真的 陆先生一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两岸大家应该要多认识 以免有误解产生吗 是 呃 我觉得就像刚才呃 听众朋友call in进来的 期待就是两岸能够多互动交流 不要产生误解 我记得我以前在当记者在外面跑新闻的时候啊 嗯 在陆委员会这边就是我们的官方啊 也都希望说呃这个资讯的传递不要有资讯不对称啦 然后有些问题是不是能够有比较多管道的沟通 当然官方现在觉得多年来感觉这几年来比较没有互动 所以我就看到就是说这次有参加我们活动的一些听众朋友提到一些期待 我更有感就说不要再隔空放话 应该多沟通交流吧 我觉得这真的很务实哦 那我们每次在开call in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说 谢谢呃我们的节目提供给他们很多的资讯 也许我们也要说是说我们也从台湾的一些观点来看中国大陆一些事物 或者说中国大陆的朋友也些什么样的期待都透过这样的平台来做一些沟通 我们是希望能够真的有进到一种沟通交流 没错沟通交流很重要 我们接下来再接听电话了 是广东的关先生你好 关先生你在电话线上吗 好的好的谢谢 请说 你今天想要聊聊听节目的一些想法还是对两岸关系取下愿望呢 都差不多吧 我就是想要聊两岸的电影方面的问题 嗯 请说 就是我这种两岸现在现在两岸的电影 在电影文化方面怎么讲的 台湾的电影甚至那种体材啊 体材都是比较蛮自由的 就是内定方面 中国大陆这种电影方面 呃 一年比一年 他们他那个 他那个拍摄的主题啊 啊 内容都 也大陆这种会更加有那个流度会更加大一点 嗯 啊 我是广东员嘛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一直说我们也也打个广告 其实现在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是港式大拍档的黄美宁哦 其实也在节目里面谈了很多跟香港有关的讯息 嗯 嗯 就是我实在知道 对啊 对 好 谢谢你关先生的来电咯 谢谢 好的 好 好 谢谢 好 他刚刚讲到很多关于电影的拍摄 对 的自由度的问题 没错 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在说 希望呃 艺术跟文化可以超越政治嘛 嗯嗯 对 所以 好 希望两岸三地都可以有 更多超越政治的枷锁出来 对 然后不要因为政治的因素 好像干涉了电影的内容 对啊 就是有设限的话 就会让创作的能量被压抑住 这样好像不太好吧 嗯 特别有一些这个关系生也提到国安法的问题 有些电影在香港其实已经不太容易播出了 对 真的 我相信大家都深有所感 这是有点可惜的事情 其实很多的电影它跟政治会议事形态没有那么大的关联性 可是如果因为一些法令啊 政治的因素好像被无限放大其中的问题的话 那会压抑创作的能量 会让很多的电影人就是可能会失去他们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这样是有点可惜的 嗯 没错 好 我们在微信上面 其实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 像电离层的折射 就是说在西安的短播还有网路 现在收听状况是非常好的 那乐翔呢 刚打电话进来 但他说他现在在点听我们的官网啊 可是一直在缓冲耶 就是节目播不出来 好 这个技术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 对 那可能大家这个等会儿6点30分之后 点我们的这个再次重播的部分 应该就可以打开了 好 我们今天其实有蛮多听众朋友 不论是在网路上 微信上 还是在我们的call in现场 都跟我们做了一些互动 那其实很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正在举办的一个大型活动啊 叫做听友空中来点名 中港台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参与 因为这就是也符合大家 刚刚对两岸的未来的一个期待吧 就是多交流多认识多了解 没错 而且这个题目超简单的 这根本就是放水嘛 不行这样讲 这样子我们会被怀疑有作弊 只要是我们的忠实听友啦 或者说你没有那么的忠实 其实你稍微的关注一下 一定可以回答得出来 而且我们的奖品超丰富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 不管怎么样就是想把奖品送给你啦 你看 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 今天参与我们的活动 也还有机会可以抽到 这个美宁主持人所特别精心挑选的 原住民族设计师的口罩组 对 真的很难得的口罩组 外面买不到的 好 我们节目最后剩下三分钟了 来 如果还有人要打电话 想要把握之最后三分钟的机会了 那来 我们另外一主持人丽杰 丽杰 丽杰你今天也是在我们的空中 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节目啊 像这个整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啊 丽杰也基本上是在居家工作的 对对对对 去年其实节目当中 比较有机会知道 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 就说疫情之下怎么工作 然后透过中央社主 北京还有上海记者告诉我们 要复工很难哦 那其实去年的台湾 我觉得感觉没有疫情 就觉得我们都可以 如常的工作 但今天很不一样 所以其实 已经一个月了 我在家工作 其实蛮棒的是 少了通勤时间 可以看到住家的夕阳 真的很漂亮 因为节目的关系 六点半 甚至七点节目结束之后 或更晚才可以下班 不过真的需要强迫自己 适应的是要把家里 当成移动录音室啦 因为我们录音界面 是比较简化 所以我刚开始是有点 这个手忙脚乱啦 不过越来越上手哦 但是品质还是 电台录音室最棒最理想啦 还蛮强烈的哦 另外提到我自己居家的感觉 就是时间管理 就是回到以前 当记者跑新闻的时候 非常自由 但是我一直觉得好像也是 某种程度考验主管 对员工的一种 彼此的一个沟通 跟信任的这种方式啦 但是节目不开听窗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我们都有达标啦 但是过程当中 有一些小小问题 都要告诉主管 及时来协助解决 真的很感谢啦 其实很棒的是 我觉得我们听众 也都没有来客诉 因为呢 我们跟丽洁 就是基本上在家工作 那说音的品质 有的时候自己都觉得 你也把他冷汗 然后今天 我本来以为会有听众打电话 竟然骂人的 没有 谢谢他们的包容 我们在微信上 还有乐祥 也提到说 还期盼这次疫情当中 台湾确折者 早日清零 台湾民众 恢复正常的生活 真的谢谢大家 大家平安最重要 对啊 丽洁刚刚说 这个台湾的朋友 可能都有一年以上的居家工作 台湾不用 我们应该很快的 就可以再继续 再央广碰面了 现在已经 微微微微解封了 对啊 所以真的 希望下一次吧 还有机会 再开放现场的 call in 跟听众朋友互动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 也快要到了 谢谢港式大拍档的主持人 黄美宁 谢谢宛如 谢谢丽姐 谢谢 谢谢美宁 谢谢宛如 谢谢 也谢谢远方的丽姐 还有更远方的听众朋友 我们下次再聊啰 拜拜 拜拜 拜拜